我們看看今天對話的陣容啊 蛤?等一下蛤? 我可拜託就等 哈哈哈哈 哇 歡迎到Z2U.com 享受安全品又可靠的遊戲幣交易平台 因為上面都是真實的賣家 所以相當推薦給有需要MT或是VC的玩家喔 哈囉你好我是NO 好今晚我們要繼續進行我們的MT模式 接手接著卡片號啦 就是我們Print卡號裡面的Paul George 那這張牌呢基本上只會遲到不會不到 因為這張牌基本上每一年都會再出來一次 因為基本上這張卡片本身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索防3D型球員 它的投射方面很好 然後身材也不錯 然後再包含整體的灌籃能力這些 基本上它在整體的數據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個人認為Paul George這張卡片的話 應該會成為NBA2K的MT模式裡面的一個頂級搖擺人 那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整體的能力吧 好三個部分它是206公分 這邊的話進攻防守都是99評分 好我們這邊來看看整體的投完能力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除了這個背籃以外 能力基本上大部分都有90評分以上 包含了這個三分球97評分 然後包含這個切入灌籃也來到99評分 那除此之外的話其他部分的屬性都相當不錯的 好接下來來到防守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個超級來到98評分 然後外線防守來98評分 還有這個內線防守90評分 整體來說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頂級大鎖 好那籃板布羅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個85評分 這個進攻籃板以及89評分的這個防守籃板 整體而言的話因為它是2號位 所以籃板能力可能不是那麼好也沒有關係 好我們這邊來到運動能力方面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個97評分的這個速度 我們這邊加上加成之後的話絕對可以來到99評分 那我這邊的話我有加上鞋子 把這個持久加速來到98評分 整體來說的話已經接近全頂級了 除了這個力量以外 因為它畢竟是2號位 所以在整體來說的話力量不是那麼好 其實我個人認為也是還可以接受的部分 只是它在這個進局面打背籃單打的話 其實可能就有點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的話能力上還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來到徽章部的話 我們總共有48個名堂徽章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概有哪些徽章 應該是包含控球跟三分球屬性方面的能力 基本上大部分都有 因為它在6馬隊實體本身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球星 那我也是從那個時候就是開始比較關注這個NBA這一塊 所以說這張卡片的話本身在這個終結三分以及控球方位屬性都有 然後防守部分也是不用講 基本上就是一張全能型的卡片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看到這個10秒分來到這個金牌 但是我個人認為是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個人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這張卡片本身它除了這個控球以外 它本身自主進攻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這邊的話推薦它打2號的控球點位 這樣子在這個身高方面的防守能力來說的話會相當不錯 那我們這邊假設把控球後衛這樣一致排開的話 Skaldi-Pippen-ProGeorge-3號外給字母哥 那這樣的一個後場組合的話 在防守方面的能力絕對都是頂級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張卡片本身是補足了整個MIT模式裡面的防守陣容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到這個圈套上面給各位看 這個ProGeorge整體的這個熱區吧 熱區部分的話一樣是全熱區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球員本身它這個投籃速度雖然不算快 但是整體投起來感覺還算舒暢 呃它有一點是以這個左手當作主要的這個支撐點 然後再用右手輔助的感覺啊 所以投籃起來的感覺跟平常你看到一些這個 德芬後衛的感覺比較不那麼像 啊雖然沒有像是其他那一種像是Kevin Durant啊 或者是那一種Trest McGree那麼快 但是整體來說的話以一個3D型大手來講的話 它這個投籃的速度算是還不錯而且蠻快的 好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這個本身的這個灌籃的能力 可以啊 我跟你講ProGeorge灌籃能力啊在他還沒受傷之前啊 絕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它球不是用那個投的是用拋的感覺啊 如果是用拋的話感覺起來就不是這麼的好用 因為感覺蠻容易不穩的 但是整體來說還行啊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來給各位看看這個ProGeorge的小聲明表現吧 好不好看今天對方的陣容啊 蛤 等一下蛤 我可拜託就這樣 哈哈哈哈 幹 哇 這總是外掛了吧 我遇到鬼啊幹 蛤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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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他媽一定是外掛吧 沒有這種事情吧 來來 哇 這一個超級 跑速度也比我們快 什麼都比我們快 我快難過死了 哎 有嗎 眼睛沒灌籃 好球 欸這個對面這組合蠻有趣的喔 這是另類的這個挑戰喔 全99Michael Jordan然後15張喔 這樣等於對方無限體力欸 哇 這個超級 這個 蛤 還在被妖亂龜 OKOK 我跟你講我5號會放那個啊 LeBron James啦 就乾脆就來個 所謂五封線陣容嘛 好球進去 真的沒想到 我能有生之年能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好球 好下籃板 這邊頂到 帶給Michael Jordan 好 哇 飄了飄了 可以可以可以 運投三分球 Paul George 這球好球命中 這邊來看Michael Jordan 這邊沒有守住 好球 我覺得 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外掛 但我覺得今天這個組合還蠻有趣的 確實 好來看一下 第一條 綠大 好球 命中 目前的話 這個Paul George是得下不錯的一個分數啊 進去裡面 好球 照理來說 這是什麼特別節目啊 這是什麼漁人間特別節目啊 我怎麼辦法遇到這樣的一個隊伍啊 進去裡面 上去 好球 可以可以可以 Paul George這張卡片本身他那個得分表現還不錯啊 目前 好 中距離 這個跳投好球 我沒想到直接這樣跳投 目前看起來的話 關掉團條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啊 因為至少命中魚來說的話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表現還可以啊 LeBron James進去 灌籃好球 看一下第一角Michael Jordan 這邊超級 拿下 哎呀 這邊 你為什麼要往外走 你就往進去裡面走就好啦 芋頭兩分好球 進去裡面 灌籃好球 拿摩登 這邊直接進去灌籃好球 這一定是改的啊 你不可能15張Michael Jordan都在場上 而且是全99欸 好來看一下 關線這邊鎖到 哎沒拿板 再上 好球干擾到 今天這個比賽我也不用戰術啦 戰術沒意義啦 繼續 灌籃好球 哎 拉出來三分球出手綠打 OK 目前的話 我們已經這個16比這個28啦 三分球出手綠打好球 可以啊 再一顆 果然啊果然啊 雖然對方 一個徹底的死外掛仔啊 但是我覺得 對方還可以用這樣的一個陣 我還真的沒想過是這樣子 全99Michael Jordan這個有點屌欸 而且是全部都是Michael Jordan 好那我們今天在第一集啊 是得下這個五頭三分中的整體三分球啊 然後今天是得下這個23分3 100一助攻啊 那整體來說的話 在一節表現裡面算是不錯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來請你下場比賽吧 好看看今天對象陣容啊 好對方的話是用 Magic Johnson Paul George Kevin Durand Kevin Guy特以及這個Karlison Tells 整體來說的話 對方 嗯 這個陣容 有一點點的 老化 因為其實照理來說的話 應該像是我現在這個陣容 才是比較 最近的一個感覺 好首先 跳球先跳起來 好 那我們首先的話 先給Paul George一下 切入 中心跳投有嗎 綠打好球 OK 哇 對方直接被我黏住了 那沒問題 好這邊再拉回來 哇 好球 對手還沒回防 三分球出手 有嗎 球 沒有進 再球給字母哥 三分球出手 又有球 綠打好球 整體來說 我們一看來 德溫的感覺還算不錯 拉回來 換位防守 這邊守到 有的 好球拿下 好這邊球再給Paul George 切入速度很不錯啊 有 這邊 Kevin Guy特吃球 剛好拿下來嘛 這球還好球 厲害厲害厲害 哎唷 這球沒有進 幸好幸好 先給 再給Paul George 這球 可惜沒有進 這邊切入進去 好球 哇 對手切入速度也是很不錯 這邊趕快先下點戰術啊 我覺得跟對方打快不是那麼一個好的選擇 三分球出手有的綠打 沒辦法沒辦法 因為我原本想要給Paul George 但是對方 居然沒有過來守我 好來看一下 晚線運投三分球綠打 再一顆 Mouse 我最近的話 覺得這個 不開頭安條的一個三分球 其實真的還不錯用 啊 速度不夠快啊 好球 好來看一下 這個戰術跑出來 這邊 直接上去 哎呀 Kevin Guy特 這邊居然還在裡面 完了 Kevin Guy特來過來的話 那就尷尬啦 過過 哎呀 這邊是一個犯規 還可以 好 兩發到進 目前的話 是這個 10比12 好 來看一下 出手 有的綠 再一顆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目前為止的 得分效率來說 非常非常的不錯 好 Ankle Breaker Let's Go Home 出了3 point 可惜沒進 難受啊 哇 這球 這麼乾淨的這球 竟然沒有進 換回防守 出來三分球出手有機會嗎 這球好球命中 可以 厲害厲害厲害 哎 不守我是不是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前進去 哎呀 這邊是要個犯規 還行 Rice追防追的 這個速度還不錯 但是 我覺得我這邊 這個 可能要把 替補換上來 這個體力 可能有點嚇到太大 三分球出手 有嗎 綠刀 砰 喔 真的是舒爽 哎 有嗎 哇 好痛苦啊 難受難受 真的難受 嘿 哇 好球 哇 這邊居然被他 完全頂死了 有嗎 三分球出手 球 打下籃板 進去裡面 嗚 隔人扣籃 0.3秒 有沒有東西 好啦 沒有啦 好啦 那目前的話是22比15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跟Rice外線鎖得很緊 跳投 好球 直接飛進來了 可以可以可以 Prest McGrady 這邊中距跳投 有機會嗎 好球命中 目前的話是來到這個 7分差距啊 這邊張博倫 這個Rice 上來 蛤 來來來來來來 進去關 飛起來啦 LeBron 我先 再回給 喔 這邊這個超級 前進去 灌籃 哇 Kevin Durant是你 哇 完了完了 好球 LeBron再一個三分球 綠 他 Bio 哇 哇 等一下稍微可以把這個球換上來啦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對手有11分的差距啊 好球 命中 這邊是直接切進來一個灌籃 對手 這邊再拉回來 進去裡面 好球 左手灌籃 這邊選擇中距跳投 追球 好球 好球給T-Mac T-Mac這邊進去裡面 哇 想打死人啊 兄弟 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換上來啦 那我們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來看一下對手 這個Matt Johnson 我對手這個也算是 黑色加紅色的這個球衣啊 不過打的也是有點難受啊 這沒收到 跳早了跳早了 有嗎 我來現 Paul George 女的 Boss 目前得下19分 中距離跳投 追球又稍微干擾我一下 拿下籃板 這邊再給到 Paul George Paul George 一個 運投三分球 最球 in 好球 yeah 運投三分球 綠打再來一顆 這破距離跟神一樣 擋拆之後 進去裡面 好球 這個雖然有干擾到 但是不夠多 右手全球 捷波切進去 再開進去 好球 灌籃 我覺得其實對手打得還算OK啦 但可惜我這邊 現在節奏在我這邊啊 他真的是人來風行的一個球員啊 他真的是人來風行的一個球員啊 他一旦開啟這個 這個標分模式啊 他真的打起來很兇啊 超級 打下籃板 冰頭 兩分 好球再一顆 已經得29分了 這球 好球 Kevin Durant 哇這邊守不到 Kevin Durant Paul George 又是一個三分球啊 哇這個運球有點東西喔 關鍵三分球 Kevin Durant有嗎 好球命中 1 2 這球不會進 那目前的話是這一個 52比34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三分球出手有點 太遠啦 太遠了 太遠了 太誇張了 這個太遠了 我都沒想到欸 來來來來 三分球運投 有嗎 有機會嗎 好球命中 打回來 再前進去 進區裡面 灌籃好球 哇今天整體 整體來說命中率非常非常高啊 這邊 球再給Paul George 進去裡面 這球有點 上去 好球 剛剛那球有點硬啊 但是還是順利的得分了 我先給Scotty批噴 中距離跳投有嗎 這球好球命中 哎呀這球 哇 往下 先給 再給 跳投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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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這球有點太尷尬了 太尷尬了 這球不應該直接上 好那今天這場比賽的話 就先到這個地方 那最後的話 他還是離開這個遊戲 那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今天這場比賽 呃 也展現出了 這個Paul George 這張卡片本身這個厲害 那再加上前面那一場 那個Michael Jordan那一場 哇 我是看過有人開過 這個外掛 但是我們有看過有人 是敢這樣子開的啦 這樣子 兔粹都不用鎖他 我也是覺得他這個人 也是蠻厲害的 好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影片的話 就先到這個地方 那我個人認為 Paul George這張卡片的話 本身 他是需要一點點的 這個啟動時間的 他不是像是那一種 例如說 這個Tress Magritte 這種直接人來風 拿到球就可以 直接開幹的那一種 呃 他是需要一點點 醞釀的時間 他沒有辦法 就是這麼快就進入狀況 但是他一旦進入狀況之後的話 他整體的能力 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張卡片的話 呃 他真的是蠻建議 他當一個惡號位的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首先身高不錯 那加上他本身打惡號位的話 他可以當這個第二控球點 他也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整體而言的話 我個人認為 他的這個得分能力確實不錯 而且他加上這個投射 本身這個速度 也是非常非常不錯 所以我這邊的話 算是推薦這張卡片給大家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使用這張卡片哦 那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就謝謝大家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人喜歡下方的訂閱哦 並且還要小鈴鐺 隨時觀眾朋友們 最新影片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